好接下来我们看8.5的部分 8.5是我们人体内环境的恒定 什么是内环境 我们人体内有大量的液体 包括了细胞内细胞外的液体 那细胞外的液体 细胞外的液体就构成了体内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 而这个液体环境我们就称为内环境 那这个内环境 内环境它必须要 当然如果内环境出超出正常的范围 什么是超出正常范围 就是说它的浓度 还有它的水分的含量等等的 如果它有一些异样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的整个的组织会功能紊乱 所以变成了它必须要保持一个恒定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内环境要保持什么样的恒定 主要是水和无极炎 水和无极炎要平衡 像无极炎来讲 我们的儿童时期如果缺钙的话 它很容易会有狗蕉病 狗蕉病你的骨头 其实钙质就是让我们发育骨头 那如果你狗蕉病的话 这个骨头发育不良 会怎样呢 那个脚很明显会在脚那边出问题 你会看到它的脚呈O之形 就是左右开 左右弯出去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 叫它站直一点 结果它的脚就是往外弯曲的 这种我们叫做O形脚 就是缺钙的一个情况 就是叫狗蕉病的一个 当然如果有一些是讲到 它不是往外拗 它是往内的话 它就会变成X字形 我们就叫它X字脚 所以有狗蕉病来讲 它的脚会成X字脚 或者是O字脚 你看它弯去哪里 弯内的话就X 弯外的话就是O 所以这种情形呢 就是缺钙 缺钙 缺钙子 缺铁的话呢 就会造成贫血 我们知道我们的红血球 红细胞里面呢 其实是需要铁 需要铁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就会讲到女生 女生一个月会来一次月经 就会流血嘛 血就会流 嗜血就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会要补铁 因为铁需要造血的话 需要铁 所以很多时候呢 女生啊 月经过后呢 就要补一些铁 铁子从哪里来呢 你可以吃一些 动物的内脏 肝脏 好像鸡肝 猪肝 这些 当然如果你讲老师 我不吃肉的话 我吃树的话 可以吗 我不喜欢吃内脏 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高铁 值的是那个菠菜 菠菜也是很多铁 所以 这些就是我们的无鸡盐 无鸡盐 那 讲到水的话 当然就是喝水 喝多一点 一个人 一个成人来讲 一天要喝八大杯的水 大概是两个liter 到2.5个liter OK 那个大杯是多大呢 我去看过了 如果八大杯的话呢 应该是3.3 3.3 330liter 330liter 330ml 0.33 0.33 就是一大杯 OK 所以八大杯 三八二十四 就大概是两千四 两千四ml 这样子 OK 好 那 这个水分跟无鸡盐 怎样在我们的身体 达到平衡呢 我们吃东西 有这个无鸡盐吗 这样它会不会排出来 如果是盖子 它会利用 如果是 多余的话 它会不会排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来讲呢 我们排泄 我们会有排出水的话呢 途径呢 有三个 最多呢 是有这个肾脏 肾脏就要让我们排尿了 大概一天就排出一千五百ml了 OK 皮肤跟呼吸 气关 我们呼吸 每呼 出来的空气 其实都是湿润的 所以这些水分呢 也是从我们体内排出来 还有我们的皮肤会流汗 对吧 所以这些就是 大概呢 有排了四百到六百左右 OK 蒸发 或者是呼气的 那消化 道来讲呢 我们的分辨 分辨 其实也有一点点水分 因为如果太干的话呢 你的大便的就会太硬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会 大便那边都会流一些水分在那里 都大概呢 会有一百ml左右 OK 那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一天来讲呢 你算算下 就大概有两 我们看 如果是四百的话呢 一千五加四百再加一百 大概呢 就有两千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是 鼓励说 你要两千 到两千五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这个水分呢 才是充足的 所以我们每次 要补充水分 也是要排一定量的尿 排尿少了 其实也是 对我们身体不好 OK 所以这个水分 就是这样子 来达到平衡的 所以我们要有 饮水的行为 也要有排尿 就是摄入量 跟排射量呢 就 达到平衡的话 我们的体内的水呢 就达到平衡 无机盐来讲呢 我们也要摄入 一定量的盐分呢 那食盐的话呢 其实就是主要是 那 OK 当然我们也不能吃太多 像 WHO的标准 就鼓励说 你一天摄取 六个gram以下 六个gram以下 我们 我们现在标准 其实是 讲说尽可能呢 在六个gram以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草标 我们很多的人呢 像吃一个 他们讲说 最多盐分呢 是那个方便面 方便面 很多人以为 方便面 最大的问题 在它的面 它的面 很多人以为说 很多防腐剂 你看它可以放这样久 它已经放了很多 防腐剂 其实它防腐剂 放不多 整个面 因为它经过油炸 它水分 大部分的水分 都去掉了 所以它为什么 它可以放这么久 是因为它水分 没有了 所以不是因为 它放了 放了那个 防腐剂 当然它第二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油炸 所以它脂肪很多 所以最好 最好你煮了一遍之后 水去掉 那边是很多油 那边很多脂肪 还有的就是 它的汤包里面 其实放了超多 超过标准的盐分 所以当然 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你煮了之后 那个汤 不要喝完它 因为它盐分 太多 所以你 你可能照样放那个味精 照样放进去 弄成汤 但是吃了面 你的汤就不要喝完 可能喝一点就好了 其他的倒掉它 不然你每次都喝完 你一天吃三餐的话 你肯定是超标 他们好像是讲说 你一天 那一餐就差不多 是一整天的盐的量 所以如果你是喝完 那个汤的话 就大概是一整天的量 就已经到了 但你再去吃其他的东西 就超标了 所以这个六个gram 你讲它多 其实不多 你讲它少 其实也不少 你真正去看六个gram 你去称六个gram的盐 其实是蛮多 差不多有 好像有两三汤匙 汤匙 大汤匙 所以其实蛮多 一下 OK 好 那这个就是盐分 我们盐分 当然很多时候会从汗液跟粪便会排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要适量的去补充回 OK 所以一天呢 就摄取大概六个gram就好 那么体温也要恒定 因为如果菜到高温的话呢 我们的内环境呢 也会稳乱呢 温度也是要恒温 我们身体是恒温动物嘛 我们是恒温动物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 是有一种机制 来让我们的这个温度保持在 那个三十六点 标准好像是三十六点八 不过我们现在的人的温度 好像是慢慢的下调 主要我们的运动量 大部分的人的运动量 也会比较少一点 这样子 所以现在人的平均温度 好像都去到三十六了 三十六 甚至是有时候呢 就去到三十五 这样子 就非常 现在人的温度越来越低 OK 所以 所以怎样保持恒温呢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产热的机制 如果在太冷的情况呢 我们就会产热 OK 另外一个呢 就是散热 如果太高温的话 它就会散热 所以这两个机制 像 如果你在安静的时候 你在安静的时候 那你的内脏其实会产热 大概五十六% 由内脏产热 这个内脏很多时候 是这个肝脏 所以肝脏其实是 负责产热的 如果你没有 做运动的话 你的肝脏呢 就会 产热 你的脑也会产热 你的脑也会产热 你的骨骼肌就比较少了 这个也是 十五 十八%这样子 都蛮平均 然后 也就是说在安静的时候呢 主要产热 是由肝脏 但是如果你是 有劳动 有运动的话 你的骨骼肌就会帮你 去到九十八仙的产热量 其余的就会下调 所以我们的骨骼肌 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常常就鼓励说 要多一点做运动 来 so that你其他的东西的负荷 就会可以降低 产热量就会下调 就让你其他的东西可以休息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鼓励说 常常要常运动 一天 不是一天 一个礼拜 现在标准降到很低了 现在的标准是说 一个星期你有三天 去做个一个小时的运动 如果允许的话 当然是每一天做运动 是最好的 ok 好 so散热 这个是产热机制 so产热机制呢 大概呢 你就看到的是脑 内脏 肝脏 还有这个骨骼肌 其他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就不要理他了 so大致上是这三个 脑 肝脏 还有骨骼肌 ok so安静的时候呢 肝脏呢 就是主要的产热的部分 然后运动的时候呢 骨骼肌有90% 有骨骼肌产热 这个产热讲完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散热呢 如果温度太高 我们要散热 我们怎样散热 有两种方式 有一个是直接散热 另外一个呢 是由汗液那边散热 汗液蒸发可以散热 所以如果温度太高 我们为什么会流汗 因为汗呢 蒸发的时候 它就会吸热 对吧 它就吸热 就会帮助我们散热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直接散热 到底怎样直接散热 我们的皮肤 如果我的血流量增加的话 血流量增加 它就可以散热比较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脸会红 因为你们运动的时候 散热太多嘛 它就要散热一些 所以它的这个毛细管 血管会舒张 你的皮肤的这个血流量就会增加 让它的散热呢 也可以增加 正常是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你很冷的话 你很冷的话 你的这个毛细血 你的血管就会收缩 让血流量减少 温度呢 就会散热就会减少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直接散热的部分呢 它会控制你的血流量 你流去皮肤的那个血流 你的血量减少 你就可以减少散热 如果血流量增加 你就会增加散热 OK 因为那个血呢 是带热 我们的血 如果你 你血流出来 你摸那个血 那个血其实是温暖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温度呢 是由这个血去散热 OK 所以如果你在高温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太过高温会有中暑的现象 会有头昏 头痛 心慌 恶心 呕吐 出冷汗 然后会有脸色苍白 甚至晕眩 所以为什么太高温 曾经试过啊 在哪里啊 在意大利好像有去到温度去到40多度 结果有人 没有写热中风 有这样子的情形啊 主要中风 我们就讲到是 呃 其实中风是脑血管破裂了 所以可能是温度太高 再加上它 血管阴化了 好 所以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血管 血管阴化 没有弹性 然后呢 破裂 才会造成中风 OK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 当然可能 太过热 也是会了 你如果是高危的一些群体 你太过老了 那个血管没有什么弹性的话 那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体内的温度高于40 哦 OK 一般来讲 我们身体发烧的话 38度我们就叫发烧了 383940的话呢 就很严重了 啊 所以为什么小 尤其是小孩子哦 我们会呃 如果你以后有孩子哈 有呃 有孩子的话 一定要有温度计 因为小孩子很容易发烧 然后发烧的话呢 就很危险 小孩子发烧特别危险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哦 就是啊 太过高烧 然后呢 现在是有自闭 啊 自闭症 然后再加过动 很可怜啊 啊 就 就 怀疑是烧坏脑了 我们讲烧坏脑 你就会造成了一些 啊 这个 这个 啊 这些问题了 所以是什么问题啊 可能就是这 这种情形了 啊 什么 自闭又在过动了 所以他这种 就叫特殊孩子 要去特殊的学校啊 哇 很多钱的咧 啊 差不多一个月的 那个学费就差不多上千了 你不能先去普通的幼稚园的 幼稚园搞不顶他 啊 所以你看这些啊 就是非常危险 小孩子真的是很麻烦的 啊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免疫能力 又比较低 这样子 如果你去到39度啊 我觉得你都要stand by 差不多要送进医院了 啊 38度 你还可以自己去做物理降温 你 啊 这个物理降温 其实就让他冲冷水 啊 啊 冲冷水凉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 尤其是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就到晚上的时候 他温度飘高 所以为什么啊 我们做父母啊 也是很辛苦啊 就是晚上的时候 他温度才飘高 虽然从 从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啊 他又讲说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机制 啊 温度飘高 它是有点像是在 啊 身体在对抗 身体在对抗造成的 但是你又不能太高温 哎 这个这个也是有点矛盾 哈哈 OK 好 所以总之我们的身体温度不能太高 啊 40度的话呢 是呃 算是蛮危险的 啊 就就就 最好要送进医院 40度的话啊 要送进医院 OK 好 晚上温度下降 身体要保温 温 所以才会提高 我不晓得的 啊 可能这个是 可能是一方面 这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你的身体 哈 他好像是要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呢 他才来攻 啊 才来进行这个对抗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病人要常睡觉 你生病了 你就去睡觉 啊 你会 你的身体 好像就是觉得 你一睡觉的时候 他才来对 再来进行修复的一个工作 啊 身体很神奇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图的部分啊 如果你在很很热的环境 你的身体就会啊 进行散热 怎样进行散热 首先啊 会有流汗呢 啊 增加汗液的分泌 再来的就是皮肤的血管会扩张 血流量增加 你的直接散热呢 也会增加 啊 再来的就是 还有什么 啊 没有了 这个就是散热增加的 然后血温呢 就会降低 这个是超过37度的话呢 他就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机制 如果太冷的话 太冷的话 他会散热 他怎么散热呢 主要是 如果你安静的话呢 他就有这个肝脏 如果不够的话 他就会开始啊 有点像是让你的 你去站立 什么是站立 你就会发抖 冷的时候我们每次讲 冷到发抖 有没有 这个发抖 其实是你的脑来控制的 他就讲说 你的温度下太多了 你的肝脏 惨热 惨热不来啊 就是不够啊 所以就让你的肌肉来帮忙 所以你的肌肉 你又没有运动啊 你的肌肉怎样来惨热 他就让你抖咯 所以为什么 你讲说 冷到发抖 其实是你的脑 控制你的肌肉 让你 让你通过这个 抖来 来惨热 啊 所以你啊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 冷到发抖 啊 这个是什么现象 这个是 啊 你的整 整个的 神经系统 来控制 让你的肌肉 惨热的一个动作 再来 当然你的皮肤的 这个血管要收缩 因为他要 降低那个 散热机制 减少散热 增加 散热 啊 来让你的温度 升高回 OK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散热 跟散热机制 由 中枢来控制的 脑干中的 脑干中的 调节体温的中枢 给脑干 控制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OK